Hello 大家好 我是银队长 我们本来是打算全款10万左右去买一辆二手车自驾旅行 结果却因为这些原因让我们实在是不敢买二手车了呀 所以有很多小伙伴就建议我们要不然干脆直接去买新车吧 于是呢 这一期视频就想让各位小伙伴帮我们重新建议一下 首付10万左右可以买什么新车适合自驾旅行 我们前期天也在各位小伙伴的建议下 我们去二手车市场逛了好几天 也看了很多的车 就比如我看了领克 这领克这辆车看的时候 其实车况啊 类似啊 各方面其实还是不错的 只不过呢 这个价格不太美丽啊 后来又去看了好几辆大众的车 整体也还是很好的 但是呢 它的动力实在是太弱了 比较家常 也不太适合我们 说到有个性之后就去看了我们的战旗的兄弟 大黄蜂 勇士啊 真的非常的漂亮 一坐上去就感觉瞬间拉回到我们之前买上期的时候 但是不出意外的就出意外了 这辆车和之前也是一样的 依然的漏油啊 如果买了之后肯定不是在修车的路上 又是在加油的路上 之后我们又去看了空间稍微大一点的 伊威科 比较适合改房车 虽然是空间比较大 但是我们看到它的底盘也漏油啊 它是柴油机 关键是本来这款车原价就使乱出头的样子 结果老板说现在还要卖七八万 所以呢 这感觉也不是很划算 之后也去看了比较复古的车 甲克虫啊 迷你啊这些 不过听老板说这样的车 在二手车市场很难找到一手的车呀 基本上都是过了好几手了 重点是这样的车年线也比较久 然后车的各方面肯定也容易出状况 而且修起来又比较贵 所以呢 我们就没有考虑了 当然我们还看到其他很多车 然后都没有拍了 其实看着感觉还是挺累的 逛二手车这几天 整体感受就是 首先是第一 因为每一辆看起来都好新啊 就在二手车市场都分辨不出 到底是二手车还是新车了 被二手车商们处理的真的太干净了 基本上看不出什么瑕疵 还有第二就是 这个价格悬数太大了 我们当时去选车的时候 结果这些老板们给我们出的价格 我们看到这些车都基本上接近十万呀 然后这个水分实在是太大了 关键是 如果是去买这些二手车的话 售后基本上是没有任何的保障的 所以呢 我们也如实的把我们这些情况和大家分享呢 有很多的小伙伴就建议我们 要不然我们干脆直接去买新车吧 因为我们使用车基本上都是在户外 安全必须要有保障 就是说如果是在户外这些荒郊野岭的地方 如果车子再出问题的话 到时候就可能把我们直接撂在路上 那到时候损失就会更大了 我们后来一想好像发现确实是这样的 所以呢 现在呢 就从最开始打算全款十万左右买一辆二手车 改成现在首付十万左右或者首付十五万以内 来贷款买一辆新车 其实最开始买车的时候 我们本来就没有打算买新车了 大家也知道我们之前买这样吉普小车的时候 当时就是首付七万左右贷款三年 然后每个月四千左右的车贷嘛 真的还是还怕了呀 买车就打算全款买的 但又考虑到这个现实的情况 也不敢贸然入手二手车 所以最后还是感觉买新车比较靠谱一点啦 当然其他买车的条件不变 要安全 要有个性 空间也不错 动力也行 然后最好是四驱车 但还有最后一点也是最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我们的首付款 加上贷款本金和利息 还有其他的费用 最后的落地价格不能超过三十万 这个是我们的极限了 当然车型还是没有任何的限制 月车也可以 乘车SU也可以 然后轿车也行 所以各位小伙伴有什么比较好的建议吗 我们在评论区等着你们的回复 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先和大家分享到视频 下期再见 拜拜 喜欢我们的视频 可以点击关注转发 评论订阅哦